大家下午好 欢迎光临第二届星耀大湾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的比赛现场 我是本场主席袁章岳 在此代表主办方 欢迎各位光临 有请双方辩论员入席 即将进行的是星耀大湾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的初赛 群许我介绍正反双方 及各方的立场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 正方华南理工大学 他们的立场是 应该增加环保课程 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 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 云山苍苍 珠水泱泱 华工五校 无人一方 前嫌创业 后人图强 崛起难过 培育动凉 正方一辩 谭心仪 正方二辩 林志阳 大家晚上好 正方三辩 徐静轩 正方四辩 袁绪理 请代表正方华南理工大学 代表队温侯教授各位 坐在我左手边的 反方澳门旅游大学 他们的立场是 不应该增加环保课程 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 有请反方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反方一辩梁小叶 反方二辩刘一萌 问候在场各位 反方三辩赵思音 反方四辩刘一文 大英牺牲 大象无形 在这里写反方全体队员 写澳门旅游大学 牺牲辩论队向各位问候 在了解对阵双方后 请允许我隆重介绍 本次比赛的评审 他们是 罗平老师 欢迎您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将对本场比赛的 提示铃声做出说明 当各环节总时长 剩余一分钟时 将听到一声铃响 当各环节总时长用劲 会有多声领响提示 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宣布 星耀大湾国际华语辩论 邀请赛出赛正式开始 首先进入初始说服阶段的 立论陈词环节 双方各有三分钟的时间 向评委和各位观众 阐述几方观点 有请正方一辩 谢谢主席 问候在场各位 开宗明义 在中国基础教育 包括幼儿教育 义务教育 高中教育 以及扫盲教育 其中涵盖小学 和初中阶段的义务教育 具有普及性 公共性和强迫性的特点 是国家统一实施的 所有适龄儿童少年 必须接受的教育 也应当成为 今天双方讨论的重点论语 其次 增加环保课程 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 只单独开设一门 专门教授环保内容的 环保课 让学生能够对环保支持 真正深入理解 基于此 我方开出以下论点 一 现状下基础教育阶段 环保课程缺失 期待补足 在讨论环保课程比重 是否应该增加时 我们首先要对其现状 进行探究 根据光明日报 2023年5月16日 报道的 环保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一文 目前的环境教育内容 分散在科学 思想品德 地理等相关课程中 由各任课老师分散教学 因教师责任心等存在差异 总体教学质量 还达不到国家环境教育目标要求 我国开展环境教育 实际上已经达到30余年 但由于长时间 受到应试教育倾向的影响 环境教育存在 思想认识不到位 措施手段不落实 教师环境素养不扎实 监督与评价制度不完备等不足 结合对幼儿园小学阶段课程的实地调查 几乎没有学校开设环保相关的课程 基础教育阶段环保课程少 环保教育效果差 这是不争的现状 在此现状下 学生难以从课堂上 学校中学到环保相关的知识 环保教育效果堪忧 环保课程低迷的局面 几代扭转 二 基础教育阶段 正是学生观念塑造的关键时期 增加环保课程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 塑造学生的环保观念是十分必要的 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 在其著作《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指出 由生成的倾向而来的习惯叫做本能 由教育而来的习惯 其中有一些大多数人会把它叫做理性的行为 詹姆斯认为 习惯使人的某些动作容易产生 国内心理学权威教材 社会心理学中也提到 态度主体在态度改变中具有重要作用 而年龄是影响态度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大量研究表明 年长者的态度比年轻者的态度更为稳定 更不易受外界事物的影响 此外在人生的各个年龄阶段中 处于青春期晚期和成年期早期阶段的个体 易感性最强 态度也最容易发生变化 环保一词听者简单 但实际上想要发自内心的做到并不容易 换言之 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习惯 而是需要通过教育等手段塑造的 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 正处于观念态度塑造的关键时期 在该阶段增加环保课程的比重 让学生能够真正地将环保内化于心 外化于心 是十分必要的 终上我方坚定认为 应该增加环保课程的比重 谢谢 感谢正方一辩 下面有请反方一辩 感谢主席文后在场各位 开宗民意基础教育是每个人的起跑线 对未来人生发展举足轻重 根据国家教育部制定的教育框架 基础教育指九年义务教育 环保课程应是通过课程讲解 案例分析 水地考察等教学方式 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环保知识的课程 据此 今天我方的判准是 增加环保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 能否在整体上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行为 不单靠环保课程 还需要全方面渗透的环保教育 环境教育教授的内容 横跨多个学科领域 包括环境地理生物化学等学科 面对如此融合的学科内容 我们可以将环保知识 融入到语文数学等学科的教学中 而且如果只靠环保课程 则无法解释成效 也容易适得其反 环保教育需要知识和技术的传授 更重要是观念行为和习惯的培养 这和语文数学等科目 不断进行知识积累的教育方式不同 环保教育需要我们潜移默化 从一点一点的小事做起 我们可以将环境教育 融入到家庭教育 妇女教育 社区教育等实践途径 让学生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 对地球的影响 然后身体力行 如减少塑料利用 节育用水等 当然社会上的宣传也很重要 如在电视上短视频里的公益广告 社会的环保氛围 这些都可以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 达到环保教育的效果 而增加环保教育 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 还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已经有足够的环保课程 且现状良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第九条规定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 环境保护知识 纳入到学校教育内容中 培养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同时广东省生态环境教育条例提出 学校幼儿园应当将 生态环境教育 纳入到教学工作计划中 中小学生每学年应当组织开展 不少于八个学识的生态环境教育 在此基础上 盲目调整课程比例 势必会影响目前 中小学生整体的教学计划安排 面对中小学生本就满满当当的课表 我们不可能在一天内 变出第25个小时给学生们学习 只能挤压其他课程的时间 另一方面 增加环保课程 在基础教育中的占比 会增加学生和老师的负担 如今中小学生已经面临 作业繁多 课业压力大 来自同伴的竞争 等需要大量时间去调节的学业负担 中国网教育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中小学生平均写作业时长是三小时 是全球均值的2.5倍 南京15%的小学生 45%的初中生 晚上做作业要熬夜到11点后 这相当于韩国的6倍 毫无疑问 增加环保课程最大的后果 是增加学生的负担 而且在有着基础教育的教学任务下 盲目增加教学内容 只会使老师难以兼顾好 其他科目和环保课程 难以保证教学质量 综上 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我方认为 不应该增加环保课程 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 谢谢 感谢反方一辩 接下来进入初始说服阶段的 质询一环节 有请反方四辩 对正方一辩进行质询 质询双方共同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你好 对啊 问一下 请问今天在数学课当中 加几道关于小明植树 保护环境的应用题 来宣传环保观念 这节课在课表上 是数学课还是环保课 我方认为说 这个东西呢 它在目前的 这个环保课的现状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环保这个课程 它是融入到 不同的学科里面的 好 谢谢对方便友 告诉我 你提到融入这个词 我就想问你 它在课表上 是融入了之后 是数学课还是环保课 我来告诉你 虽然这个是数学课 但是我们告诉你现状之下 好 谢谢对方便友 这是数学课 不是环保课程 第二个问题 问一下对方便友 现在有没有出现 新的环境问题 我方不理解 您方想要提这个问题是 展新的环境问题 就是除了 节水节电 除了自然资源的保护 还有没有其他的环境问题 核废水啊 我方认为这也是一个新的问题 核废水是一个新的环境问题 它也不那么的新 在二十世纪末就已经有了 好 那么就代表 现在的措施 是有在解决环境问题的 那继续再问一下 您觉得 我方现在告诉你一个数据啊 说在生态环境教育条例当中 每学年应该组织开展 不少于八个课时的 生态环境教育 我问一下 八个课时 您方觉得够吗 首先这个数据 我方有质疑 首先我们在中小学生 环境教育专题 教育大纲之中 我们看到的是 平均每个学期 只有两个课时 所以这个数据 我要先存疑一下 好 就算一您方 那么一个学习两个课时 一个学年四个课时 问一下四个课时够不够 我方觉得说不够啊 因为我方看到现在的状态 好 不够 谢谢对方编友 告诉我们说不够 那么想问一下 为什么不够 想增加到多少才够 我方认为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够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社会上的环保的状态是什么 你问我们要不要环保 我们大家都说要 但是如果说 这个东西涉及到我的利益 比如说 他要我去麻烦 我要垃圾分类了 我说算了 我直接扔了吧 大家的状态是一个 高认知低贱级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问题要 加到什么程度 我方认为说 也不用加多少 加到每个月一节就好 所以我方认为 这个就是这样子的 已经告诉了我们 他所强调的是 现在人的知识和行为 是不对等的 对吧 那么就代表 你的课程既要达到 行为的效果 还要达到意识的效果 没有问题 第二个 您方说 一个月加一节 我们后面给你算算数 好 再问一下 对方便有你的判准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对这个现状进行评判 如果说这个现状不够的话 我们要再往下讲 好的 对方便有你的判准是什么 达到怎么样的效果 是您方的判准 判准是什么 所有方告诉您方说 我们要去做到一个 环保的观念的提升 以及它要落实到它的行为里面 落实到行为 对不对 好 希望您方接下来继续给我论证 怎么样通过学习两节环保课程 就落实到我们每天每夜的都会落实到行为里面 又如何在基础义务教育阶段让每个小学生落实到行为里面 感谢双方辩论员 我方不需要认上百分之一百的成效以上 下面有请正方四辩对反方一辩进行质询 质询双方共同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同学你好 我先问 我们现在这个基础教育当中 会有这个应试的部分 也会有育人的部分 这样的东西都属于全面发展的部分 没问题吧 没问题 谢谢 所以你的判准告诉我说 何者更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现在我把环保这种育人的部分加进去 为什么不是更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呢 对啊 我们内容上是要加的啊 我方也没有否认 谢谢 所以你说内容上要加 我方告诉你的是我要通过课室来加 所以你只是在质疑 你说可以融入到别的学科 对不对 我方认为是融入到别的学科吧 环保知识内容 你说融入到别的学科 我给你念这个 医务教育语文课程要求学生阅读相关书籍 比如说开展一些综合性的学科内容 可是今天我的语文老师为了多讲考试内容 所以不讲环保知识 你方环保知识的增加在哪里 为了我们的环保知识 已经融入到了教材中 融入到了教材里面的内容里面 我们考试可能也会考到这些内容 可能考 不考的部分呢 他讲不讲 所以不考的部分也不讲嘛 我今天讲完之后 我就把我说我们开始作息题吧 这个都不考我们就不讲了 所以你的那个效果你没有论证 往下第二件事情 你跟我说可以通过家庭 社会的这种东西去培养他的观念 对不对 没错 这件事情和加课的冲突在哪里 我方只是给出了这个方法来告诉你 我们通过这个 谢谢 你只是说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来培养 所以你今天 你这条论是没有反对到我方所说的 我可以通过加课时来培养 这两件事情并行不备 往下接着打 你说效果的部分 今天正方要不要论证到 我今天加了这个环保课程之后 所有人都能够变得更环保 你方是要论证 加了之后会更环保吗 我问你的是我加了这个课程之后 是不是要求所有人 你要我论证所有人都会变得更环保 不好意思 我不是听得明白 那我直接陈词解释吧 我觉得正方今天不需要论证到 加了这个课之后 所有人都会变得更环保 因为这个事情是不可控的 教育件事是不可控的 比如说数学课有那么多 可是也不是所有人都听懂了数学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我方论语 我方论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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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趋势的部分 我往下接着问你了 在我方所讲的部分里面 我问你 现状下大家环保的践行怎么样 目前环保践行 目前我方找到数据是 现状是良好的 现状是良好的 我给你举证好了 在南京市新华网 今年的报道就指出 在这个垃圾焚烧项目 环平的时候 它需要取得公众同意 可是在全国各地 这些垃圾焚烧项目 要建的时候 大家都说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它建在我的家的旁边 你告诉我 大家环保在哪里 没错 对方没有 现在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 我方认为 所以你也承认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下来对应到了 生态环境部 它这个2020年的 这样的报告就指出 其实现在大家 仍然存在这种高认质度 低进行度的情况 你觉得这样的情况 需不需要改正呢 我方认为 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方认为 通过 应该通过别的方式 所以谢谢 你觉得 所以我们双方都承认 有这样的问题 指挥方觉得 可以通过别的方式 来解决 我后续会告诉大家 我们一定要在 基础教育的情况下 这么把它解决 以上 感谢双方辩论员 至此 比赛初始说服阶段结束 现在有请评委 根据场上辩论员的表现 对该阶段独立投票 勾选 对本阶段双方表现的 接受程度 有请工作人员 收取分表 该环节分表已收起 让我们比赛继续 接下来进入 公辩阶段 公辩阶段分为 三个环节 博论环节 质询二环节 公辩小节环节 在博论环节中 双方辩论员 各有三分钟时间 向对方队伍的观点 进行反驳 有请正方二辩 各位好 我方要加强学校教育 要加强家庭教育 要加强社区教育 因为环保很重要 所以我方的态度是 都应该加 所以他方需要告诉我是 这件事情冲突在哪里 否则我方觉得 病情不备 不论这你的区方 第二件事情 现状是什么样子的 你方说 现状效果是良好的 可是我没有听到任何的举证 可是我方发现 在南京 当政府要建一个垃圾焚烧场的时候 所有人都站起来游行抗议 甚至连南京的市长都说 这个项目如果再拖下去 就要影响大家的生活了 大家还是不愿意 所以他们为什么态度有矛盾 是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 环保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当环保不影响 他们的利益的时候 他们就支持 可是他们一动到他们的蛋糕 他们就不愿意了 而江科大大调研也发现 九成左右的调查对象 搞不清楚白色污染是什么 不清楚废电池有什么危害 对于水污染 大气污染 农药污染 危害一概不知 四成人 虽然知道我们的这些 寒林的洗衣粉 它有危害 但是同时又觉得 只要它不排进 我要喝的那些水里面 我就可以出于经济的考量 随意的排放 所以这是我方给你 现状下大家 环境意识很差的举证 而现状下 现状下学校是怎么做的 我方发现的是 克刚它 一个学期只有两个课时 并且它是融进语文 语文政治地理 这些科目里面的 它的问题就在于 如果环境教育 要和硬式考点 瓜分同一个课时的话 硬式教育的部分 一定会挤占 环境教育的部分 就比如说 政治课一个课时 你要讲生态文明建设 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 你要讲垃圾分类怎么分 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 大概率老师 讲完这个知识点之后 好 大家打开练习册 因为如果你 如果今天讲了 这些东西的话 考试会考 那我今天多讲一点 就多考一点分 可是那些垃圾分类的部分 你不讲 你讲了之后 考试不考 你一分都没有 这是我方告诉你 你方的这个政策底下 一定会挤占 这个环境教育的部分 往下压力的部分 我方可以给你摊牌 我方今天就是要 减这些语书音的时间 少上一些语书音 多上一些环保课 这个时候 我方不明白 为什么压力会增加 因为如果今天 我在做这个解极几何 做了焦头烂额的时候 我的老师突然跟我讲说 数学课不用上了 改上环保课 我觉得我会非常的开心 不知道压力在哪里 最后一件事情 环保教育要解决什么问题 在于环保这件事情 是需要很多人让步的事情 就比如说 技术和设备的更新 可能要九位数起跳 在企业的功利考量之下 不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所以当利益考量 没有办法促使他们 环保的时候 我们觉得 应该在他们小的时候 就给用教育的形式 把功利的思维 变成价值追求的思维 让他们真的觉得 这个污水处理 不是太贵了就可以不做 是你无论如何 都得做的事情 而科尔伯格的这个道德发展理论 就告诉大家 人在十到十六岁的时候 会逐渐进入一个习俗阶段 开始学着去做 对社会有利的事情 而在这个阶段 给他们灌输一些道德理念 是最有效的 而如果等到他们 人到中年 价值观已经定型了 真的觉得环保是一件 无关痛痒的赔本买卖的时候 再试图改变它 就来不及了 以上是效果和必要性的论证 感谢各位 感谢正方二变 下面有请反方二变 好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针对一下 对方二变提出的观点 做一些质疑 首先对方被我说 垃圾焚烧场的问题 没法 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 不让建造 这到底是环保意识的问题 还是经济考量的问题呢 利益考量呢 是很多钉子户不愿意走 是他们这块地 他们本来拥有这块地 政府要强行征收 还是怎么样吗 对方被我 你没有把这个说清楚 就笼统地归于环保上 好 我们再提其他的问题 首先对方被我 刚才在四之一的时候 跟我方提出了 他们是要单独开一门环保课 那么好 我方刚才已经提出 我们已经有融入课了 我们可以把环保 融到其他课里去教 对方被我认为 效果不够啊 好 我再跟您方论 对方被我 现在我们讨论的主体是 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 九年义务教育 对方被我 你知道现在孩子们的压力 有多大吗 我方给出的数据 南京95%的小学生 和45%的初中生 晚上做作业 做到11点半以后 是韩国的六倍 就算如此情况下 你还是说 我这些环保 我要另开一门课 这是关键在哪 对方的 对方环保另开一门课 就意味着这门课 是要做作业 是要考试 是要额外增加压力的 对方被我也说了 说环保这门课 区分于语数英之外的 理论应试课 它是育人的 但是育人这门课如何检验效果 对方被我没有提出 其实对方被我话里还说 我们是要考试去检验这个效果 考试是不是就会增加负担 现在负担都这样了 郑州大学 一项研究表明 现在70%的学生认为 学业压力的增大 是导致抑郁和自杀的根本原因 现在压力都到这种程度 对方被我你还要 你不仅要挤占语数英的时间 还要专门拿出时间 给环保上课 做作业考试 我不知道这个 对方被我是怎么想的 你有点天马行空了 好 我们再说另一个点 对方被我说 其实我每个月只开一节就可以 每个月一节是什么概念 一个学期有几个月 一个学年我们算它12个月 12个月12节课 我们义务教育9年 9年9乘以12是多少 100多节课 一节课要半个多小时 40多分钟 那么这些时间如果拿出来 给学生们上课补足基础教育 上不足的那些课 是不是可以更好的 帮助他们应对考试 好 对方被我一直在跟我们强调说 现在这个语数应必须可以减 好 请问你要减具体哪一门 你每个月一节课 这些课从哪里减出来 对方被我 你要给我详细说明 好 我们再说 这个 对方被我之前跟我们强调 这个基础教育 就是当然 孩子 他们非常容易吸收这些东西 我们要灌输这些东西 对方被我也说了 这是育人的课 育人的课是通过简单的理论 堆砌和灌输 能灌输出来的吗 对方被我 你要论证的效果 感谢反方二变 下面进入质询二环节 有请反方三变 对正方二变进行质询 质询双方共同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好 感谢主席 你好 对方便有 来 首先第一个问题 请问您方 今天增加课程 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呀 我方 希望这些人 他都有一个比较好的环保意识 他们真的觉得 好 打断一下 这个废水是一定要处理的 不是太贵了就可以不用处理 不好意思 打到一个比较好的环保意识 那到什么程度啊 有量化标准吗 我解释了 让他们真的觉得 废水是可以 是必须要处理的 不是太贵了就可以不要处理 又比如说 韩玲的洗衣粉 它不是说你 打断一下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不好意思 所以嘛 你也说 这些意识层面的东西 没有办法被量化 我们也不能保证 每个学生上了这个课 他都能达到这个环保意识 所以你们加了这个课 既没有一个非常具体 明确想要达到的目标 又不能保证 一定能够强化学生的环保意识 所以又没效果 又侵占其他科目的时间 加了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已经是在已有课程的基础上 不需要再加了 好了 我们再来问下一个问题 今天 宁方说每月加一节是吧 宁方一遍说的 第一 效果的论证给你了 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 第二 怎么培养意识 实践课 真的把它们拉去那个河边 看一下这个河选是什么样的 现在的问题就可以了 现在的问题 宁方一遍刚刚说 每月增加一节就够了 是吗 你如果觉得不够 你可以再 我方也觉得可以再加 但是后面的事情 我方觉得现在 可以先加一节 每月加一节 那您这一节课是加在周一到周五 还是加在周末 周一到周五 周一到周五 什么时候 语文英语课还是下课后 少上一节语文课或者英语课 或者数学课都可以 少上一节语文英语课 目前的高考体制改变了吗 像各位华南理工大学同学 相信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应该也是很忙的吧 每天都会抓紧每一节语文数学英语课 因为高考的分数线没有下降 你是不是没有在大陆上过学 现在大陆的情况是 小学上初中内容 初中上高中内容 你觉得这东西还不够 好 来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你看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不是刚好应征了 学生们的学业负担 真的很大 小学上初中 初中上高中 你还要挤占 挤占的后果是什么 你能保证他们 你能为他们其他主要科目的学习成果负责吗 好 这点我们已经结了 你放心没有我办法解决学业负担的问题 相信大家也能听得出来 好 我们再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你们为什么认为 在义务阶段要增加课程呢 为什么卷 是因为你方觉得 治愈太重要 得愈不重要 所以忽视环境的教育 重视环境的教育 回答现在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治愈是当前的教育体系下所要求的 你方为什么认为 要在义务阶段加课程 因为我方告诉你这件事情很重要 并且大家缺 对啊 那在小学期间加可以啊 因为但是你要同时兼顾其他客户的吸收 所以我方觉得不会挤这样感谢 请立即停止发言 感谢双方辩论员 下面有请正方三遍对反方二遍进行质询 质询双方共同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对方没有第一件事情 所以是不是如果我这个环保课不考试不布置课后作业 就不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压力 对方辩论 你还是没有给我论证 这个东西不考试不布置作业 怎么达到育人的效果啊 好 所以不考试不加作业就没有压力 这点我截掉 然后接下来我们谈效率的问题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做成实践课 我就带你去做一下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志愿者 让大家来切身体验一下这个东西 能不能给我环保意识产生效果 对方辩论第一点 你先别急着截 你连效果都没法论证 我们还没有 你还没有论证 没有压力的你就把它截了 好 第二点 你找一些实践课带我们去垃圾分类 这些实践课会从哪里来呢 对方辩论你要给我论证哦 所以可以实践课压力你也说不出来 我们接着往下走 现在我从数学课语文课中抢到了一些时间 那为什么我觉得能抢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现在广州附中 我们初二正常才开始学物理 但是呢 在广州附中 初二已经把所有的物理课都学完了 我问你 我现在后面这些刷题的时间 我一个月挑出一节课来 我各个轮流挑 这个东西对我沉寂的影响到底在哪 东方辩论我先跟你说 先不论你举的这个东西是很片面的一个事情 其次 你就算把刷题的时间减少了 那么请问 对于没有减少刷题时间的那些人 你们是要同区域竞争 同国家竞争哦 打算一下 所以你现在对于数学的影响叫做 有人上了 有人没上 所以我少学了 可是现在我采取强制措施 我对校长 有个对校长的检查说 你这个课如果不上 我就要控你校长这种评价 那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都不上数学课 影响在哪 影响就是高考本来的分数线也没有改变 它的制度也没有改变 大家要选的还是一样的 这就是影响所在啊 对方辩论 太好了 所以大家都只是少学 这个东西对我的数学素养没有任何影响 好 对方辩论 我接下来问你的是态度 你现在觉得我们应该 你现在你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固守应试教育 大家就按刷 还是你觉得我们也应该慢慢向素质教育去调整 对方辩论 这和我们的遍体有什么关系吗 有啊 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 你现在告诉我的事 我们就刷 反正环保课 你就揉到应试教育里 但是我们觉得基础教育阶段 素质教育 是我在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很重要的一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适当地去增加这种素质教育的成分 是不是也很重要 对方辩论 把这个东西融到考试中 融到作业中 是您方提出来的 所以这个造成的压力和负担 要您方跟我说明 对方不要强解 这对方提出来的 他们说应该加到别的课里 不应该单独设课 我方太多一直说单独设课 好 我接着素质教育的事情往下问你 就我现在也不是说单独 我只加环保课 我采取一些配套措施 虽然可能不太可能 比如说我数学分数稍微降低一点 让大家没那么重视它 我采取一些配套措施 让大家从应试教育 逐渐转向素质教育 可不可以 对方辩论 这个东西你现在跟我说没有用 你要去一层一层跟教育局说 如果教育局同意你的方法没问题 我们今天是政策制定方 我们觉得我们作为政策制定手 我作为这个教育局的这个代表 我们觉得应不应该要加课 这是我们应该要讨论的事情 而不是站在一个学生的视角说 这个东西会怎么怎么样 以上 感谢双方辩论员 请质询环节双方注意比赛规则 接下来进入公辩环节的 公辩小节环节 有请反方三辩 时间为三分钟 好了 感谢主席 我们来看对方今天所举出的原因是什么呀 他们的行为是什么 首先抢课 抢语数音的课来上环保课 在这一点我方二辩三辩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学业负担太大了 而且现在国家的教育体制是在一个没有改变的前提下 高考的分数现在没有改变的前提下 我们还要再加课吗 还要侵占其他语数音的课吗 而且对方刚才也已经说到了 现在的负担大到什么程度 小学上初中 初中上高中 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他们平时正常的一节语数音的课 是可以这么轻易被占掉的吗 所以这点行不通 第二 对方给我们提出了另外一条路 实践课 那我又想请问了 这个实践课是加在什么时候呢 是加在周一到周五 还是加在周末呢 如果加在周末的话 那你不是也侵占了学生的休息时间吗 更何况现在的学生 在周末也是会出去补课的 所以宁方这一点也是走不通 然后下一点 对方好像认为环保教育只有上课一种途径 但其实在我方的意变稿里面 已经论证得很清楚了 除了上课 我们还要跟社会进行联动 家庭教育也要重视 因为这是一个素质教育 这不是单纯的靠上课就能达到效果的 对方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对方其实一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这个新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 那既然没有一个新目标 那你新政策的提出到底作用在哪里呢 是不是我们在已有政策上 继续提制就可以达到呢 第二 环保课程跟语数音的课程 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语数音的课程 我们是需要考试 需要高考 是可以通过知识积累 就能被量化 但是环保课程 对方也说了 这是一个素质课程 它不能被量化 所以就算你加再多的课 你不停地往学生的脑子里面 累积更多的环保知识 效果也是无法被量化的 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上课以外 跟社会联动 跟家庭联动 又或者在已有的课时里面提制 这才是我们环保教育的目的 然后对方又说 现在的环保现状好像不太良好 我们想说的是 环保课时增加到 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里面 也没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而且教育一直是一个长远的工作 它的作用不可能是立竿见影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现状越来越良好 就已经代表目前的政策已经是良好 且适应目前该社会的 所以不需要再增加 感谢 感谢反方三变 下面有请正方三变 时间为三分钟 好的 感谢各位发言机记事 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为什么不能被量化 我就不应该去教 那难道我的艺术课就不应该教吗 艺术审美的提高也没有办法被量化 好 回到我们的遍体 我们先聊两个现实 第一个现实是我方在一遍就告诉大家了 我每学期现在 这个环保课就只有两节课 然后呢 它还打在课项课程当中 实际上由于应试教育 它被侵占的很严重 第二个现状是告诉大家 现在当下大家的环保意识是缺乏的 就是对方今天只有一句话说 当下状态比较良好 可是我们给了一个案例 就给了那个环屏的例子 我问对方 那如果大家环保意识都很好 为什么这个东西不通过呢 所以发现没有 实际上我今天出一个调查问题 问大家要不要环保 要 可是实际上真的要侵犯我的利益 让我去选择环保的时候呢 没选 所以环保问题这个东西 它不在于知识的缺乏 不是在于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而是在于我观念和习惯的缺位 我接着那个垃圾焚烧场的例子来讲 就是今天大家 大家是不知道这个建垃圾焚烧场 对城市的环境有重要性吗 不是的 只是因为大家觉得 在建厂这个过程当中 我拿到多少钱是第一位的 大家觉得我环境考量是可以被舍弃的 这就是我方所说的观念和意识的缺位 那你觉得成年人要解决吗 我们觉得当然要解决 但是我方给出的论证叫做 我给你一个机理 这个人在十到十六岁期间 就是义务教育阶段期间 会逐渐进入一个习俗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他们被灌输这种社会和他人的希望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环保的观念 是更加有效的 他们能够学着去做社会更有利的事情 所以我方今天提出 我们增加一些实践课 我一个月加个一节 我切身的去做自己试试看 去做这个垃圾分类的志愿者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把白纸一张的孩子去塑造成 等到未来 我们觉得有些事情 比如说环保 就是可以超越利益考量 不一定 我万事都要以利益考量为先的 好 这是食安层面 然后接下来是您方举的几个弊端 这个弊端我稍微解一下 您说可能会影响我的语书音 我告诉你说 现在大家都在卷嘛 我少学 大家所有人都少学一两节课 对我的影响好像也没有那么大 你还告诉我 然后呢 最后您方今天的态度 今天态度最荒谬的点在于说 你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说 我应该要把这个素质教育的内容 揉到应试教育里 可是到了我质询的环节 你的态度就变成了说 我今天就应该 当下是应试教育的时代 所以我们就应该死守 应试教育的底线 可是我们觉得 你当下大家都在卷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当下大家都有 素质应试教育这个观念 是大家卷得太过分了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 不应该是逐渐出台一些配套措施 我加一些课时 我上面的政策告诉大家说 我的应试成绩可能没那么严重了 我要强制所有学校 都去上这些环保教育课 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够真正实现 这种观念上的转变 在现状下 我们认为素质教育 就应该包括了这些什么 环保环境保护观念的建立 而不仅仅是在义务教育阶段 去培养我的刷题的应试能力 因为最终我们觉得 比起会排放核废水的企业家 我们更愿意去培养一些 相对来讲数学没那么好的 但是有环境保护意识的熟练工人 我们觉得这些才是 义务教育应该培养的人才 以上 感谢正方三变 请各位变手靠近话筒发言 以保障比赛正常传播 至此 比赛公变阶段全部结束 现在有请评委 根据场上辩论员的表现 对该阶段独立打分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对该阶段独立打分 该环节分表已收齐 让我们比赛继续 接下来进入战术指导环节 在本环节 双方可各派一名教练 上场指导 由于正方教练不能到达现场 将以线上形式进行指导 该环节单独计时 总时长三分钟 有请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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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进入终极说服阶段的自由辩论环节 一方发言停止时 即为另一方发言开始 双方辩论员各有四分钟 有请正方先开始发言 先解决一下量化的问题 对方说无法量化就不能够做 军事素养也没有办法量化 那为什么大家还要做军训呢 对方表我方没有说没法量化 就不能做 我方是在问你要具体效果 怎么验证这个效果 您方说育人教育那你告诉我是考是考是考多少分才能证明你环保意识好呢 对方表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哦 所以不是没有办法量化和检验的东西就不应该加课许不然军训应该取消 所以给你这个效果的举证像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告诉你 义务教育这段时间里面是会观察社会期望 让在这个阶段里面灌输这个道德理念是最有效的 培养他们的素养是最有效的 所以这个时候把他们拉去这个河边 真的看一下那些被污染的水体长什么样子 真的让他们知道这个电池被污染的土壤长什么样子 告诉他们说不能这么做 意识为什么无法养成 对方没有已经告诉我们说 现在就是最好接受环保教育的时候 所以我方告诉你 把所有环保教育融入到平时学的知识里面 就是让大家接受的时候 还有对方没有刚才 你既然一遍的时候告诉我们 您方的环保教育效果要被量化成一个具体的做到的行为 又告诉我们您方这个环保教育是不可以被量化的 我不知道你到底要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效果才好 再问一下对方没有 你环保吗 我觉得那个效果你讲得挺明白的 我觉得我们要把当下存在的问题给解决掉 我接着问你啊 就所以我现在你现在要揉入日常 那我实践课时间哪来 我亲身能去吗 对方没有你环保吗 没回答我 我觉得我不是很环保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增加环保课程 当我看到那个储余垃圾 我点了个外卖之后 其实我应该把它分开 但是我看到储余垃圾开着 我就把它都当成储余垃圾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多给我上几节课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4%的村民表示知道寒林洗衣粉的危害 但同时认为只要寒林污水不污染 水污水就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他多去实践 去看那些寒林污水 到底带来怎么样的危害 是不是可以让他培养更环保的意识呢 对啊没有 你不环保 可能是因为你在你上学的时候没有环保课程 但我们现在告诉你 每学年有八个小时环保课程 再问一下你 你说要加环保课程 你加了之后 想上一些什么内容 八个小时是特例 你说的是广东 可是国家的教育大纲指出 我们只要求一个学期 两个平均课程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东西你没有认识到普遍性 我加的那个内容 我觉得不需要我方来地 我可以给一本具体的书 包括像浙江有一本书叫做 人 自然 社会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借鉴的 我方觉得这不需要我方论证 来吧 你们说要加课 那新加益门课 是不是要单独请老师 单独请老师就请老师 你真的觉得中国现在环境 这个专业的人就业很好吗 所以让他们提供一个就业的岗位 为什么不好 所以我往下问你 在南京 他要建这个垃圾处理厂的时候 所有市民都站起来 游街抗议说不要 这个时候除了用教育的方式 让他们真的觉得 在这个时候为了这个世界的环保 我可以退一步之外 你有什么替代的测试吗 首先就业港跟环保课程没有直接关系 另外我方有数据显示 根据中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 证明环保课程的内容 因为横跨多个领域 难有教学体系 所以没有办法独立设课 这一点宁方怎么解释 再来 宁方今天 到底看不看 因为增设课程 而被侵占了其他科目的时间 所以你的 所以你的教师的压力不存在了 侵占了科目的时间 你要去论证 你要去论证 现在大家小学上初中 初中上高中 这件事情还不能再减一点 我觉得这件事情 恰恰是这个体制是畸形的 往下来问你 所以国家也说 教育最重要的是利得数人 可是现状下 大家在狂卷语书英 小学上初中 初中上高中 9000课时里面跟环保有关系的 只有40个课时 为什么这样的教育模式是合理的 所以对方便 我今天一直在 他现在跟我聊 教育体制是畸形的 他现在就是一个 政策的实施者的一个身份 那政策实施者 就不能不考虑 负担和效果的制衡之关系 对方便 我今天没有给我考虑 任何一点的负担 我方举出了那么多例子 他都不考虑 他就跟我说有效果 好 对方便 我提供的措施和效果是什么 开展一节实践课 他让学生们真正去看一看 垃圾分类 那么好 垃圾分类看了 就一定能有效果吗 你效果还是没有论证 只有一节时间课 你还有什么具体的吗 对方便 我觉得举证了基地 我觉得没有办法 监视他的大脑说 他有没有真的学到东西 但是我给了你基地 告诉他们说 确实可以养成 往下问你 你知道你觉得 基础教育的初衷是什么 我方觉得 不是要去培养多高分的人 而是要培养一个 学生的基本的道德素养 我方今天愿意培养出一个 数学不是那么高分 但是愿意把垃圾分类好 再丢的学生 你方愿意培养出一个 考上985 然后出来当老板 然后决定把 核污水排进核里的人吗 所以你方是不是认为 今天培养素养 只能通过上课这一种途径 所以我们发现 恰恰可以并行其道 我问你的是 现在现状是大家压力很大 能不能通过双减 或者其他政策 减小我的压力 对 并行不备 那既然其他方面 不会带来那么大的负担 而增加课程 会带来那么大的负担 而且零方解决不了 为什么我们不先 从别的途径入手呢 负担的部分没有听出来 我给你有双减政策 也给你比如说 现在小学 这个期末不可以排名 这个政策 又比如说 我们今天要求 所有学校都必须上这个课 我让所有人 陪你上这个课 这样这个时候 所有人的这个 都没有上那个数学课了 为什么还是卷 非常棒 今天对方便 有跟我们提出双减 双减这个政策 它减的是什么 减的是那个课程总量 但是我们高考 最后的标准 还是没有变 你光有了双减 学生需要达到的高度 也没有变 你现在还要专门 给我开一节课 再挤这个标准 本来课程就不够了 达到学生卷的是什么 他要做额外的工 做额外的东西 去达到那个相应的高度 对方便宜 你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义务教育阶段 就开始想高考 这个东西不是畸形 是什么 林方说立德书人要从小抓起 没错 但是林方反内卷 为什么要先从增加环保课程 这个抓手开始 为什么不能先把高考分数 先降下来 所以我今天多上一点环保课程 然后大家都不要上 大家都少上一点数学课 这个时候分数线 为什么不降 提醒一下 反方同学还有40秒时间 只有一个学校是 如果林方觉得只有一个学校 他减了一节课来上环保 那这样你就可以证明出 可以改变整个内卷的大环境吗 直接红头文件下去 所有的学校都必须上这个课 都必须少上一点数学课 分数线当然就降了 所以你不否认 现在基础交易的课程 是本末导致的 只是你担心卷不过别人 这本质上是因为你坚持了 你那个治愈 就是过于重要的那一套价值观 所以我方就是要改考纲 通过加这种环保的占比 简与数研的占比 去揪偏林方这种 唯分数论的体系 为什么你的这种价值观 不需要揪偏 林方导果为因啊 今天我们的分数线 不是因为我们上了 上多了一节环保课 它就会降下来的 是因为分数线降了 我们才有余力 多上一节环保课 所以我方觉得 义务教育的初衷 不是要考出多高的分数 而是要培养这些道德理念 而你方说 应试教育的部分 我方也觉得应该 纠偏应试教育 而不是像你方那样 有请凡方继续发言 对方便有说了半天 原来对方超有理想 想要改变这个教育体制 但是他却从环保教育课程入手 好让人心碎啊 怎么入手 我加了一节课 就改变了整个内卷的大环境 如果真的可以 我愿意加十节 时间已用尽 请停止发言 再次感谢双方辩论员 刚才环节中 即时出现小失误 即时员即时反应 并进行了即时调整 双方人为各四分钟 请大家放心 最后进入终极说服阶段的 总结陈词环节 首先有请反方四遍发言 时间为三分三十秒 这是刚才说的 像我们 我方其实 也超级想要改变这个状态啊 超级想要逃出应试教育啊 但是没办法啊 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对方辩友 也不是一场辩论赛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 所以 在这场辩论打到最后 对方辩友 你所强调的数字教育这一块啊 你最后给的解决方法 居然还是上课 还是说我要增加环保课程 不还是上课 既然上课可以增加数字教育 为什么上语文数学英语课不可以增加语文数学英语课的数字教育啊 为什么 没告诉我 没办法同学 教育不是一刀切 你讲到最后变成了对应试教育的批判 对内卷的批判 又如何呢 你还是在增加环保课程 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啊 还是在挤压我们的时间 不说挤压上课 你挤压休息时间也不好 对方辩友 我们不愿加 不是不想加 是我们真的不能加 我们真的不想看到学生 慢慢上升的地域率 甚至是自杀率 真的压力很大 我们不想看到你说开实践课 OK 开实践课 那些去实践课的人 拿着张试卷 拿着张高考 五年高考 三年魔女在那里写 这实践课有用吗 这实践课落实到最后 到底有没有再上 环保教育的实践课 有没有增加它 在基础教育比重 然后能不能达到 您方说的 所有人都能 不说所有人 大部分人都能环保起来 真的有用吗 我存疑 到现在也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有用 包括对方说 一遍提到说 既然在这个阶段 我们改变观念很好 所以很快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好的 在环保教育课程中 汲取到这些 但是我们在同样的 什么课里面都可以汲取 我方现在给你的 给你的解决方式 就是我们在平时的学科内容 我们就加那么两道题 让大家说 就是加那么两个单元 在地理书上 让大家看到环保 真的很重要 让大家感受到 怎么样去解决 怎么样去治理 真的很重要 这不也是 在潜移默化地 增加它的观念吗 教育是长期的 宁方说我不环保 宁方有位便有说 我不环保 其实是因为 你的教育 还没有射中你的眉心 还没有立竿见影地 感受到教育的作用 因为你可能没有接受到 这八个小时 哪怕宁方说两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感觉 没有在生活中感觉到 就算宁方增加了课时 有用吗 如果现在四个小时没有用 你要加多少 八个小时要不要 十八个小时没有用 那十八个小时要不要 十八个小时不够 八十八个小时够不够 然后呢 有用吗 你看到的还会是 带着做题本 去实践课的那些同学 不心寒吗 所以到最后 我们说 我们一方面考虑到了 学生的压力 说真的减不了 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教育体质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又在想说 如果你这个真的有用 早就加了 那既然没有用 现在不就是很好吗 感谢反方四变 下面有请正方四变 时间为三分三十秒 对面其实跟我们态度是一样的 他说太想改变这样的状态 但是他说这些东西 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可是如果这个世界上 永远没有勇敢的人 这个世界怎么能够改变呢 我方就是要做那个勇敢的人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对面说我加了环保之后 可能没有一个效果 首先是不是加了课 之后要有百分百的效果 不是所有人都会呢 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数学课应该最先取消 因为数学课上了那么多年 加了那么多课 是抢了那么多美术课 体育课 广东市的高考数学批分 也只有四五十分 我觉得数学课应该最先取消 按照你的这个说法 往下再讲这个效果的部分 你只是在质疑我环保的效果 可是今天你觉得 我少上了几节数学课 我们的数学课就会下降 那为什么今天多上几节环保课 环保课 既然大家的这个效果不会提升呢 你既然你觉得 多上几节课可以提升效果 那我觉得我方这个东西 也是可以真诚的 往下再讲 你方的多课 就是有一个前提叫做 学生压力很大 可是我要给你算一个东西 今天我们小学只用上语数音 我今天一天七节课 我算你上 真的很折磨 大家我算你上 一天给大家上两节语文 两节数学两节英语 可是你发现没有 还有一节空闲的课 你一周五天 一个月四周 就有二十节课 这二十节课 为什么不能抽出来一节课 上环保呢 这件事情到底让大家压力变得很大 我不理解 这是我方所想的部分 往下 你跟我说 现状下不成体系 所以不应该增加 所以你是在拿现状下的东西来证明到 你说现状下不成体系 那我不应该是让它去更成体系 去增加它的效果才对吗 所以为什么论证到的是不应该加呢 你拿现状下的东西来 反正倒不应该增加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往下 我方在给大家讲的事情是 环保这件事情 为什么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呢 它为什么跟我们所平常考虑的东西不一样的 是因为它是一个非理性的一个概念 一个环保东西 你如果想要去践行的话 其实是很难的 比如说那个污水的那个处理器 它肯定比偷偷排 要来的不经济多了 人们很容易为了这种短期的利益 牺牲一些长期的利益 就是为什么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都是在先污染后治理 反正这二十年 我把钱都挣了 那后面是靠后人的智慧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要推进这个环保的意识 所以在理念的培养上 我反正要去告诉大家 在实验上 在青少年时期 是培养人的最好的时机 然后越南最好的人 你想要改变他的观念 就是越南的 所以在基础教育的时间 我们必须要利用这样的黄金时期 来传播环保的理念 然后再对于人形成认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 叫做中国式家长 不同的决定会让孩子的 这个属性和技能是有所变化的 比如说智商 情商 比如说语文成绩 艺术成绩 其实人生也是一样的 人生而为一个白纸 他所有的观念 都是由这个社会所传输给他的 如果你在他义务教育的阶段 亲手去捡垃圾 去参观物理存在场 看一下污染的后果 那么等他长大之后 在面临抉择的时候 他的考量中除了经济考量 还会加上一个环保 即使物水出品很贵 但他也愿意花这个钱去做 我们过去有非常非常多的教育权位 我们觉得他缺环保 可能缺一些德育的培养 不应该有 恰使我们认识到他的重要性 把他加入到基础教育里面 因为这些价值观 世界观 它影响到他们的未来的人生轨道 而看似这个题 我们在讨论我们要培养一个怎么样的孩子 其实我刚刚跟大家讨论的是 我们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因为孩子是未来世界的支柱 政治制定者是这个剧情的推动者 如果你希望男女平等 你就要去宣传男女平等 如果你希望构建一个更美好的 更环保的一个世界 你就要从现在抓起 从孩子抓起 告诉孩子们环保的重要性 告诉他们怎样垃圾分类 这是我们在为习目中所理想的 那个社会奋斗的过程 种善因还有善果 以上 感谢双方辩论员的精彩交锋 至此比赛环节已全部结束 有请评委根据场上辩论员的表现 对终极说服阶段独立打分 并确定本场最佳辩论员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是评委点评环节 每位评委限时五分钟 有请各位评委 根据辩论员的表现 与场上情况 给出投票原因 首先有请罗宾评委 这场比赛整体上打得还是挺热闹的 可惜在于 第一 正方基本上没有完成任何的论证 没有完成任何的论证 你们今天开出的两个论点 无非是告诉大家 现有的某个教育 有一定的缺失分散 第二个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各种各类的教育 从娃娃抓起都挺好 你们今天这个论 放在艺术教育上可以 放在体育教育上可以 放在什么教育上都可以 跟环保教育 没有什么多大关系 你们自己想想你们今天这个论 是不是换任何一个教育课程 在你们这个论上都行 哪怕换成语说外 我告诉你 换成外语教育 然后接着也要这样子 按照你们这个论也成 越年轻的小孩 受语言环境影响 越早接触语言环境的影响 然后越容易掌握一门外语 你们无非就是在说这个 核心的问题在于 今天这个变题当中 讲环保课程 或者说环保教育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哪里 全场没有告诉我 就好像你们有一天突然 突然下学期的课程 增加了八个课时的环保课程 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 不知道不清楚 你们也没有告诉评委为什么 突然一下子就告诉我说 环保课程必须要加 而且你们论证的还是 应该进行环保教育 在娃娃阶段 从娃娃抓起 应该进行环保教育 没有论证 应该增加比重 没有论证增加比重 所以说这个题目 如果这么论的话 那正方基本上就是空的 基本上就是空的 然后再继续就是 你们今天选的例子 整体上来说 我听起来都比较奇怪 都比较奇怪 尤其包括建垃圾焚烧厂 这个事情 建垃圾焚烧厂 我告诉你 同样的例子 我再给你举一个 在所有人的家门口建个高架桥 大家也都会反对 和环保没什么多大关系 纯粹是因为 个人利益受到了一定的损害 个人利益受到了 这个相应的减损 所以说大家反对 这个不是环保意识强了 然后就是 大家就会扑着 去把河湖水的问题解决掉的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然后所以说 你们在这个题目里面 包括你们所讲的很多的方案 挑战现有的教育制度也好 然后这个 你们自己回去看这场录像 回去看一下 你们在听你们现场的表述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说没关系 我现在换掉一节语书外的课 然后就是去上环保课程 说校长立刻推行 教育局局长立刻推行 我告诉你 但凡有人敢这么做 然后就是你们的家长 一定会举报这个校长 让这个校长下课 这个校长一定会被信访的 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我们遇到过很多次 有些校长在某些 实践领域各方面的 然后就是要求增强 但是影响了主客的教育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们到底要挑战什么 是要明确的 你们要实现什么是明确的 不能告诉我说 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 有环保意识的未来 能够提高环保素养 这都太空泛了 太空虚了 你们实际的必要性和 要实现的真实的目标 到底是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们基本上 没有办法在评委这里 来去收复评委 然后就是获得评委的行政 然后对于反方来讲 对于反方来讲 反方今天讨巧了 我只能说 一你们占了一定的便提的便宜 这个题目 正方确实不怎么好打 确实不怎么好打 第二呢 就是今天 这个正方激情表达的时候 然后流露出了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这个 也不能算口误吧 他们可能当场 现在就是这么认为的 就要拿掉语书外课 也不影响压力什么之类的 也不会增加压力 但是你们占了这个的桥 但实际层面上 你们在自己的论的展开的时候 我是非常期待 听你们说 环保教育不等于环保课程的 这个的切割 是你们在立论的时候 最开始就做出的 但是在后面 你们并没有 在这条线上做展开 你们的这个家庭教育也好 社会教育也好 各个层面的 到底如何来补足和实现 你们现在享有的效果 但同时 又不增加学生的负担 又不增加大家的压力 这条线是可行的 只不过你们后续 我觉得就没有在这条线上 来去讲一些东西 反倒反复地来去诟病对方 然后可能会增加负担 但你们这条线本身 实际上可以再做一定的延伸 可以再做的一定的延伸 比如说这类似的素质的教育 然后是否一定 全部都要学校来去承担 是否全部都要通过课程的形式 然后就是增加什么样的手段 能够提高这些东西 你比如说我前两年 看了一个电视剧 跟东北的哪个什么 伐木的发展的时代有关 叫荣耀时代还叫什么 对对 霍林园的那个 然后到最后 在那个电视剧里面 有个非常触动我的一幕 就是他们老一代的那些 伐木工人 然后就已经退了休了 然后就这小学生 跟着校车过来参观 当时的这一片 后来转变成了保护区 然后后来呢 这个应该是 郭什么演的那个 然后就是说 然后给大家展示 当年是怎么伐木的 然后就有一个小朋友 跳出来说 说你是坏人 你是光头墙 只有光头墙才乱砍树 这种形式 这种方式 可不可行 可不可以展开 可不可以延伸 然后这样子的话 整场比赛 可能还会有更丰富 或者更多的火花和交锋 来让大家在对这个题目的探讨 更深入 好吧 我就简单手段转 谢谢 感谢罗宾评委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有请景毅评委 跟前一位评委观点一致 观感一致 前一位评委讲 我就不讲了 在你家门口建垃圾焚烧厂 这个事 我是万万没想到 你把它归因归成 这是因为环保意识不够才反对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那你说我们国家 现在有没有很多 环保意识很强的环保主义者 有 那你说让他们组一个小区 以后所有方圆 多少公里的垃圾焚烧 全建在他门口 你看他愿不愿意 所以这个东西 是不是一个环保意识 不够导致的 我觉得听得太怪了 实在无法理解 无法与你举的这种例子共情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往后 再往后说 你们啊 我觉得正方啊 你们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们有一点点触摸到 这个池方需要大的东西了 就是教育体制的问题 但是你们对教育体制的解法 是太奇怪了 你们大家都知道 咱都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对吧 我们都是孩子的家长 孩子那么卷 孩子那么累 你当时我不愿意让他歇着吗 是我愿意让他讲吗 是我想吗 不是的呀 那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卷的呀 那你说如果说真的要改变这个东西 最先要改变的是什么呀 两个思路 第一个思路 首先要把这个应试交易 最高的那个指挥棒给他掰了呀 那个东西在 就会出现罗宾刚刚讲的情况 有学校的领导 他敢减主科 就有家长敢投诉他 因为高考指挥棒在那里呀 中考指挥棒在那里呀 你们说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我们宁愿 我们宁愿不要一个数学更高分的 但是这个到处丢垃圾的人 我觉得说的很好啊 但是如果他因为数学低了几分 没考上高中 今后只能去捡垃圾 你知道他怎么办呀 这是很现实的东西啊 所以说第一种思路 勇敢一点的话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问题 应试教育的根源是什么 大家都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不是大家不愿意搞素质教育 不是大家不愿意让孩子们不卷 是应试教育它有一个出口啊 这个出口在指挥着很多事情啊 你不把这个出口改变掉 不行啊 所以大家不要简单的理解 我们现在双减 双减我们是有学习的目的 我们要学习的是德国的教育体制 我们学习的是日本的一个 一个教师交流中体制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其实把这个整个模式改变掉 你们不能把这个事情简单的 最后让反方给你归了一句 就说我没想到打破这个教育 应试教育问题的是靠环保 对吧 你不能让人给你归到这个问题上啊 所以勇敢一点的话 就是首先我们要改变应试教育 就得改变应试教育的根 这是很勇敢的做法 那这个做法现在是不是有避害事 有风险很大 而且现在很不确定它的收益 那还有一种第二种是吧 在应试教育之下体现环保 有没有可能呢 一样是可能的呀 就要反复问你说 你掰到两节语文课 你看你看就像罗宾老讲 掰到两文主课 你看你看家长找不找你闹 那很简单 我如果明确我的高考和中考考环保呢 我还是应试的 还是应试的 我可不可以明确 比如说我明确说高考 语文课 有60分涉及环保内容 他需不需要去阅读环保相关书籍 需不需要去了解环保的相关的问题 同时因为这只是增加进语文课里的内容 那你其他那种相对而言 是不是可以减一点 你可能替代了语文课的某个单元 可不可能 可能啊 那你看家长还会不会反对 不反对呀 他会鼓励孩子好好去学 他盯着孩子去学的 这是在不打破 这个现行体制下 可以做到的增加 但这个问题就来了 罗宾老师说的第一点问题就需要 这个需要你有很强的动力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需要很根源的动力 这就是要把环保教育 在当今我们拔高到的什么高度 要让我们有明确的认知 这是一个什么高度的事情 这个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出现在这里 而且为什么我们为了它的出现 我们甚至要动用高考中考这样的调节 这样的调节手段 你需要论证的是这个 对吧 但这两条路你都没有走 我告诉你还有第三条路 第二条路是评委很不喜欢的答法 可能更地板一点 遍体教应不应该增加环保课程 在基础教育中的比重 你们一开始上来都跟我们立了 基础教育包括幼儿园小学 初中高中 好 那主要用于初高中指挥棒的中考和高考 我把它避开行不行 我论证在幼儿园阶段 加大 环保课程比重 是不是在基础教育中增加 是不是 我这个很地板 很讨厌 这是我很反感的理论方式 但是 但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 在你们今天 用你们今天这个东西 没有我刚刚前面说的那两个方案情况下 你就算这么打 我觉得都比先当的打法要好一点 以上这些关系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 谢谢大家 感谢景毅评委的精彩点评 接下来有请盛旭评委 首先是感谢双方编友 也呈现了一场比较激烈 比较有意思的一场辩论 这个探讨 我比较同意刚才两位老师的一个说法 跟我的感官基本上也差不多 这里边我想给正方提供一个比较 跟他们也不太一样的一个视角 因为我本身就是老师 所以这个课这个概念对我比较敏感 所以正方实际上 你们看这个要增加环保课程 你们可以从课程这个概念入手 去做文章 就是它为什么要增加这个课程 课程它有什么呢 有教学目的 有教学内容 有教学方法 有考核环节 它有很多 也就是说 它如果说要增加课程 就是它原有的 这个里边它这个领域 我们说要教育的这个领域 它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们就要构建什么呢 构建我这里边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目标 就是像你们正方说的 它不需要有个太确定的东西 它是一个方向性的东西 就是教学目标嘛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我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 它一定是要有一个成型的体系的 而这就是反方 它所说到的那个融入 跟它能够对立起来的 反方说融入 融入就意味着碎片化 作为一个课程 它不够成体系 对吧 所以这 就是你们的 主要要抓的一个点 就是课程现在没有 为什么 就是因为碎片化 那我们现在要加强 这方面的这个内容 你把比如说语境构建起来 这个环保问题很重要 对吧 那我们就是因为 基础教育里边 我认为它缺失 缺失什么 它没有成体系的课程 你可以把它归到这个上面去 然后这个里边 你给出一定的目标设计 内容设计 然后考评设计 它是一个完整的课 你把这个完整的课如果能立入 你有可能就会获得支持 这是一个视角 就从课这个角度去入手 而你们现在给出的一个呈现 就是探讨的太泛泛了 把这个课当成一个对象 而没有细致如微的 去把它进行一个 分层的去探讨这个课 没在这个上面做文章 如果这块上做文章 反方有好多地方 它不好说 你比如说就那个融入 它就很难说 为什么说 因为你们也有红色文件支持 说要增加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解读 为什么要增加 就是因为它不成体系 对吧 由成体系课程来完成 所以这是你们 要做的一个先决东西 所以我就说呢 给正方提供 这么一个视角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反方呢 实际上来讲 刚才两位评论也说了 有点这个 实际上这个占优 而且正方呢 很多的这个设计 可能就是在反方的 这个预料之中 所以他们一直在追问 没有这个 实际上我认为 没有这个很好的 去探讨一下自己的问题 这个有点 对这个论来讲 或者说这个义务啊 没有进的 这个论述的义务 没有进得太到 就是因为你只需要追问 正方一直在追问就可以了 在你们推自己的论的时候 没有什么 我认为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 一些这个 对这个题的一些新认识啊 新价值啊 是吧 这是我觉得 可能这场比赛 对于反方比较遗憾的 就是我想听的一些东西 没有听到 对这就是我 我也不浪费时间了 这就是我呢 对这场比赛的观感 特别是给正方的一个建议 我就说一些 谢谢大家 感谢盛序评委的精彩点评 比赛结果已出 首先为大家揭晓 本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 根据评委的投票结果 他是反方的四辩 来自澳门旅游大学的 李维文 恭喜 接下来将为大家公布 第二届新耀大湾 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出赛的比赛结果 首先将公布 初始说服票的比赛结果 盛序老师 初始说服票投出评票 景毅老师 初始说服票投出评票 罗斌老师 初始说服票投出评票 初始说服票投票结果为 1.5比1.5 下面将公布 公辩环节分数票的比赛结果 罗斌老师 公辩环节分数票 投给了反方 盛序老师 公辩环节分数票 投给了反方 景毅老师 公辩环节分数票 投给了反方 公辩环节分数票 投票结果为 0比3 接下来将公布 终极说服票的比赛结果 罗斌老师 终极说服票 投给了反方 盛序老师 终极说服票 投给了反方 景毅老师 终极说服票 投给了反方 终极收复票投票结果为0比3 比赛三阶段的累计最终结果为 正方1.5票比反方7.5票 恭喜反方同学赢得本场比赛 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场上的 八位辩论员与三位评委 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 一场精彩的辩论比赛 群续我宣布 第二届星耀大湾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出赛正式结束 请大家继续关注 星耀大湾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的后续比赛 下一场比赛将在明天早上9点30分进行 请大家继续关注